今天比較有趣,表面上是香港的音樂人 MC人LMF,還有阿簡就是SEOSTAR的大佬 但其實這個是表面的包裝 裡面他們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有些天狗的東西,甚至有些文化、神秘學的東西 其實想問人本來是主要做音樂的嗎? 不,我本來讀書是讀視覺藝術的 然後在90年代中期,有個小學同學 他跟他的中學同學交響 我在放假的時候回來 他就被他抓去看當時的高山劇院 地下音樂 他們沒有歌詞,就被冤枉了 冤枉出來而已? 冤枉出來而已 但誰會想做這些事情 做作業,變成厭惡性行業 那阿簡…入行也挺有趣的 我…不膽撞的 其實我去了加拿來讀書 有個跳舞團體 那時候跳舞就是跳什麼呢? 就是跳國富城 那時候那些狂野之城最厲害的 我打算去玩一下,去上課 誰知道上了兩課之後 那個負責人呢?我想回香港了 那不如你去做吧 就是這樣吧 我想要你一次 我想要來… 現在有三十個,全部有三個六 對,我打算來學習而已 那我就整個東西扔掉 那我就一直學自學 一直去搞 搞一下就叫做… 認識多了人,就認識了那邊 補歉味 那我就進去那邊的電台 輾轉才回來香港 就做了香港這邊的電台 這樣就進行了 我還記得我… 00年的時候 我就聽到有LMF 因為我自己去了加拿大之後 我就聽多了很多外國的音樂 以前是聽梅影芳、張國榮那些 我聽到LMF 完全是另一種東西 也在說21年前 是啊 我就是LMF又被炸了一次 可以這樣填廣東話下去 然後有粗口,有屋邨文化 而且他不只是玩音樂 他正在玩整個東西 對 第一件事包上時的第一件事 對,因為LMF的出現 突然間炸手炸腳,包括我也有 突然間有很多年輕人去做這件事 不只是音樂的經驗 只是包了很遠 對… 很多人有受威 生活風格 因為音樂本身就是生活風格 對,全包了 對,你不能單純拿開它 對 對 當年,他們在香港是始祖 對 我聽到的時候 原來這個世界這麼奇怪 原來可以配廣東歌詞 沒有違和感 而不是掃百姥 對 最早的掃百姥 很害怕 不小心掃百姥 因為很嚴重 掃百姥最肉酸的地方 就是很工整 對 齊齊齊齊 對,齊齊齊 拼著木魚 以前那些 品夫人 對… 但人就是完全帶了一種 我們知道唱歌原來是這樣的 對… 那些詞語、流動 是… 打破以前廣東人的掃百姥 譬如廣東話的唱歌 相對於粵曲裡面的掃百姥 對 其實我的部分叫做音尺 對 那粵曲叫做音尺 對 其實有好像唱歌 那麼高高低低的掃百姥 但是重點就是 史上創作粵曲的人 都不夠幾個 只有幾個大師 對 大師有空跟你玩兩段白姥 你的粵曲就有效 否則沒有其他人 工業是沒有… 香港有個學者叫朱耀偉 他研究流行音樂 他知道 你將廣東話 變成一個中文界打字機 你有節奏地打 就是那件事 然後你將押韻字 塗顏色 你在打字機上就可以了 對, 但廣東話本身有九星 那不是更好玩嗎 是, 但歷史上有人 在九星之外做了創作 我叫紅線女 他玩了超高級 他突然有點叫, 叫到… 破到… 即是海豚音 突然叫, 對 其實他有系統 在經典裡面做 他已經做了 所以我們真的… 在表面看不到這麼多東西 他不說, 我不知道 他對紅線女 我打算說說說說話 其實說廣東話有九星 其實最上是六星而已 對, 有三個… 虛浮的, 虛浮的 虛浮的, 但你要計算他 有九星 但已經多過四星而已 是… 所以我們已經複雜很多 而且同星字不同意義的 很多 所以我覺得廣東話在這裡好玩 我們就是玩過同星字 或者相關語 玩了幾百年 甚至於我的表情是這樣的 寫出來, 交出來 公司就是那個版本 到你去唱了 唱的時候 可能歪了一個音 歪了半個音 又是另一個意思 或者另外一個 就是直播的環境 那個就過到審批 這個… 那個只是交出來 對… 這個絕對是這樣 然後… YAHUUUUUUU